戏里顾未说和林之校谈恋爱,就像偷情一样,我们今天就谈谈现实版的哥哥和妹妹,两人相处,给人的感觉会不会也像偷情一样呢? 这个视频角度是没有看到过的,很明显看得出,妹妹被拉走,妹妹扭头看哥哥,但是哥哥只顾着招呼上台的人。 没注意到妹妹被拉走,妹妹也是焦急的看向哥哥,因为工作人员也明白,妹妹扭头看向哥哥,所以拉着哥哥一起过来, 这一步是妹妹和工作人员的努力,才让我们看到合体,但是前面没有上台之前,是哥哥是一个人很孤独的,在自己座位上待了三个小时。 他没有给任何女明星热度,就连被安排的某女明星坐在一起,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个镜头,哥哥上台领奖,也没有和仙女姐姐有互动,仙女姐姐自己提着裙子上台下台,一个人就这样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待最后环节的大合影。 感觉,又在天 conoc完整的,船期间的十年前,甚至黑小时的约传,睿拦 请在门大利亚上,找到了飙阻,真的并不知开放火,但是黑小时的约翫尖, 将员也找到你们了。 这些道具的门和地的三角都交称了。 我这些道具处理,你会有机会看到你的并不知隔电, 郁门和地的并不知隔电,并不知隔三农, 互不知隔电,并不知隔电,并不知隔地的并不知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肖战对杨子是真的喜欢 几次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中 都能看到杨子在剧中 送给肖战的定情信物 要知道他们合作的余生 已经播出很久了 但肖战依然带着佛珠 这不免让人觉得他是假戏真做 对杨子有了好感 不过肖战是个很顾全大局的人 仅仅出道五年的他 还受公司的限制不敢谈恋爱 害怕影响到视野 为此他对杨子的关注都是偷偷的 据悉肖战很关注杨子的朋友圈 很喜欢看杨子分享的事情 前段时间因精英女神的选举 杨子被黑得太厉害 肖战直接发微博隐害骂战 这贴心的举动简直太叫人感动 虽然肖战从来没有公开与杨子的关系 对外也是称杨子为老师 两人表面上是朋友关系 但实际中肖战恨不得陪在杨子身边 不仅穿和杨子一样的衣服 还佩戴一样的首饰 一举一动都在告诉大家 他们就是热恋中的小情侣 难不成他们是巧合 那么看完你信吗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